大家好,7月25号礼拜日啊 现在是下午了 中午吧 13点10分啊 西班牙时间 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中国的特大暴雨的情况啊 不限于河南啊 中国的 首先有一个724北京特大暴雨 发生在2011年7月24号午后啊 差不多整整是10年前 说实话要不是这个网络有记忆哈 我都不记得这回事了 因为可能我没在现场 虽然那会儿我肯定是在北京 2011年7月份 那会儿我还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旺京啊 他说724号午后 北京市发生全市性的大暴雨 截止25日 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这场北京13年来最大的一场降雨 降水总量达9.85亿立方米 就是9.85亿吨吧 为对城市运行安全造成影响 整个城市的运行没有受到影响啊 但是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泥石流滑坡等 不同程度的险情 除造成顺义区 两人遭遇雷击死亡了 顺义死两个人被雷劈的啊 嘎啦一个大雷死两个人 密云县也有两人死亡 一人失踪 那密云吧 死两个失踪一个 基本上就算死三个 是吧 失踪了基本上就是被大水冲的 不知道冲哪去了 一时找不到 另外特大暴雨导致平谷 密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灾害 近六千人被转移啊 那都是北京的偏北偏东 北京东北方向啊 这个顺义密云是吧 平谷这就是这一带啊 这一带我太熟了 是吧 这个密云有个地方叫河南寨 什么穆家狱冯家狱 新农村是吧 然后这个水库密云人 密云人啊 一般就说水库南水库北 你哪的水库南的水库北的 穆家狱冯家狱啊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个密云有北京最大的水库 密云水库啊 当年修的时候 这密云还归河北省呢 等修好了就归北京啊 北京要这片水 这把城市要发展 首都嘛 河北省必须得让路 是吧 平谷我就更熟了 什么山东庄 下个庄啊 王新庄 玉口啊 什么嘎的头 马昌颖 是吧 下个庄啊 什么寒庄啊 现在叫金海湖 是吧 什么熊儿寨 大华山 是吧 什么前北宫 后北宫 是吧 有的是 我说的 有的是乡镇 有的是村 这是724北京特大暴雨的情况啊 大概死五个人 好吧 朋友们啊 我们都分享分享 回顾回顾啊 看看谁还能提供更多的素材 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我说的 我说的 我说 我说